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财经制造业方面统计的一些公司 主要是一些偏中小型为主的一些企业 以及是一个情况 那么至于官方制造业指数的话 是偏一些大型企业为主 这一点从最近一些中小企业 特别是中小我们看到这个股指上面中小板指 以及这个穿越板指呢 在这个第二季度上的一个业绩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一个下滑 那么也反映了在这个过去的两个季度 国内的一个这个比较紧的紧性用的一个环境之下呢 这样的一些银行资金呢 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个贷款意愿呢 不是特别强烈 那么间接地影响到了这些企业 正常的一个运营 以及这个利润方面的一个增长 那么反观一些这个大型企业 比如说传统型的钢铁 水泥这些板块呢 则是这个业绩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了 那么这一些呢 都反映在这个官方 以及这个财新制造业 PMI的一个指数这个差距上 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上个礼拜五 这个新的一个个税 个人所得税税法通过 那么起征点呢 去到这个每月5000元人民币 那么10月1号开始实施 那么这个的话呢 主要初衷还是为了说 给这个消费者降低 这个税负 那么从而鼓励这个国内的一个内需 特别是消费这一块进一步的一个上升 但是呢 这个国内的一个 总的一个税额 那么是包括了其他一些税项 那么个税在这一块的占比呢 并不是特别高 只有8%的一个比例 那么即使呢 这一次这个降税 释放出来的一个 这个消费力呢 用在这个零售 这个社会零销 零售方面的话呢 贡献度啊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是暂时 暂时这个对于消费这一块拉动呢 还是要关注 另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这个占据个人 这个消费开支比较大的一部分 这个房租 以及这个买房成本 这些呢 如果什么时候能够适当的降下去的话呢 可能对这个 消费方面的一个刺激 会有更重要的一个作用 另外呢 就是一些 可供抵扣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一些生育 这个养老 就是负责养老的一些开支 还有一些这个带小孩 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费用支出 要看未来这块的一个抵扣 税的一个程度 能够去到什么地方 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啊 是跟这个证监会有关 证监会这个上个礼拜五 开会的时候说呢 未来要支持这个符合条件的 安法监控 以及这个芯片产业呢 芯片产业企业呢 这个上市融资 好 那么芯片企业的话呢 为五盘呢 在这个五盘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一些这个芯片果 还是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一个回升 那么是带动了整个穿越板纸的一个回调 那么近期一些 这些芯片果 比如说这个国科威啊 穿越板上的一个个股是看到了 有不少这个来自于内地啊 比较知名的一个成全啊 自己基金呢 是有一个大众交易上的一个买入啊 那么结合呢 这个资金对于市场节奏把握非常准 比如说在这个过去熊安兴趣 以及这个啊 海南这个概念股的时候呢 这个基金都是提前布局的进去 并且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那么现在这个节点 还是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呢 这个基金重新的买入了一些芯片个股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题材方面呢 在后面的一个反弹里面 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后面 可以持续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至于其他方面的一个新闻啊 比如说彭博社引述了六名这个知情人士说 美国中党特朗普呢 下这个礼拜四啊 9月6号公众这个意见征询期结束后呢 可能会实施对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 进口商品的一个征收关税 那么实际上这些消息啊 在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市场上已经提前反应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贸易战 更多的是一个常态化的表现 可能短期的一个负面利空消息啊 已经被消化的差不多 那可能到时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利空啊 出尽这个靴止落地的时候 啊 那么现在这个市场 普遍这个情绪比较低迷啊 可能更多的跟啊 制度上没有见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改革啊 突破这个市场单线 未来这个中国真增长增速呢 还是啊 会陷入一个困局啊 所以像最近这个一直没有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预期 那么我们期待在这个10月前后的时候呢 啊 19届的一个市中全会里面呢 看有没有一些新的改革性的一个措施能够出来 给这个市场预期带来一个好转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基于这个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呢 就10月份开始啊 一般这个10月份后呢 这个股市表现呢都不会特别差 那么至少会有一个反弹 好 那么呃 最后呢 我们从这个基本面 好 来 技术面来看一下这个指数走势啊 那么这个上征中指呢 尾环有这个部分资金买入 那么从K线上来看的话呢 依然是连续的一个下跌通道啊 里面 那么很快啊 在这个接下来几天 可能会正一步试探这个2653点的一个低位 啊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这个礼拜五啊 这个税收出来之后呢 就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形成新一轮的一个底部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呃 反弹也是可能随机而至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用说啊 去做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止损 那么说完这些大盘 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啊 从早到下午呢 表现的比较这个活跃的一个板块 光伏股 啊 那么一些这个光伏的啊 太阳能发电的个股呢 今天是大涨 那么啊 消息面呢 主要是欧盟委员会呢 8月31号发布公告啊 说决定在这个对华太阳能板这个仿清销 仿补贴措施方面呢 9月3号 开始以后呢 不再这个延长 那么这一块来说呢 对于啊 这个占比啊 这个国外拉动 一部分的一个国内太阳能厂与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偏啊 正面的一个消息 但是呢啊 这个这样的一些消息啊 对当前这个啊 太阳板这个需求来看的是比较有限 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新能源 特别是太阳板这一块的一个渗透率啊 已经是比较高的 那么未来这个需求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呢 并不会特别明显 那么啊 这个板块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个回光仿照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光辅果这个太阳能呢 主要是啊 利用这个啊 一种这个太阳能板上的一个硅界质呢 半导体啊 在这个接受太阳光的一个照射之下呢 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光深福特效应啊 从而呢 把这个太阳能呢 转成这个电能啊 来供使用的一个非常绿色能源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这一种这个新能源是在过去几年 国家大力支持这个发展的一个行业 那么整个产业链呢 包括这个上游的一个硅材料啊 包括一些普通的硅片以及多金硅 那么这一块呢 是厂能非常过剩啊 那么是价格这个年初有一个反弹之后呢 又出现大幅的一个下扬啊 那么中游呢 是这个太阳能的电池组啊 那么下游呢 是大规模的一些发电帐啊 发电帐方面呢 包括这一个啊 普通的一个地面发电帐 以及这个光啊 这个分布式的一个发电帐 那么相关的今天的标的啊 农机股份呢 对应着这些上游的一个硅材料提供商 那么包括呢 香港这边有一个3800啊 协星这个啊 保力协星啊 这个新能源 这这这几个股份 好 那么中游的话呢 有这个太阳能电池组的液晶光电 啊 那么对应的是这个保力啊 这个斜斜程 那么还有下游的这个发电帐运营啊 包括这个太阳能啊 这样子的一些股股份 那么今天呢 都是有不同程度上的一个反反弹 那么从这个啊 三个个股上半年中报来看的话呢 营收都是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下滑啊 甚至有一些净利也是出现比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 那么这呢 主要是跟这个国内啊 在这个近几年一些政策啊 调控有关 那么比如说啊 在这个今年特别5月31号的时候呢 三个部委员就发布了这个关于18年整一个啊 光伏发电专案的一个价格调控通知呢 提到说是再次下调了这个光伏方面的一个标杆电价 以及这个补贴 并且呢 从6月1号开始呢 生效 那么这呢 使得这个啊 一方面是控制了这个下游的一个新增光伏装机量啊 那么使得预期呢 调低到这个35级瓦啊 的一个下游的一个限制 再到这个上游方面 一方面来源于这个厂能过剩啊 另外一方面呢 下游需求不景气啊 那么双重打击 使得这个上中下游 特别上游这一块呢 在今年的一个业绩表现 都是非常的弱 那么啊 另外一方面呢 虽然我们看到说这个国家能源局啊 过去商年呢 这个14到17年呢 啊 装机新能源 这个光伏装机量呢 都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 达到这个70% 包括呢今年上半年也是啊 累计跟这个去年同样的一个增速啊 但是呢 未来随着这个国家啊 为了避免这个厂能过剩啊 无效这个利用的一个情况呢 已经是啊 加大这个控制力度 已经限价啊 那么这一块呢 加上这个啊 企业方面 这个融资成本不断抬高啊 这个下游项目的一个啊 利益 这个回报率呢 又不断的一个下行 那么未来来看呢 至少啊 近一到两年呢 这个行业都是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阵痛期 需要去经历 所以呢 今天呢 更多的是一种回光仿造的一个啊 股价表现 所以呢 这个时候不建议去这个追高 行 那么这个上面提到个股 本人均会持有 那么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